一想到要搭乘长途航班飞机一座十几二十个钟头 好几百人被关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很多人都会觉得搭完飞机之后特别容易感冒 而根据最新的研究 不想被传染感冒破坏假期 选择靠窗的位置 而且不要随意走动 不失为是一个好方法 春暖化开又到了旅行的旺季 不过同时也是季节性流感爆发的时刻 机场出现不少戴着口罩的乘客 不想抵达目的地就被病毒攻陷 影响玩性的旅客使出保命绝招 除了提升身体的免疫能力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证实 座位的选择也有关键性影响 选择靠窗位置因为不方便走动 降低在机舱内啪啪走东摸西摸感染病毒的几率 但要在飞行途中完全不离开座位 短程还可以长程搭机 就很难不起身上个洗手间 不过旅客也不用因此过度担心 因为研究结果也显示 一旦机上出现咳嗽打喷嚏的乘客 病毒透过飞沫传染的范围 其实只有病人前后排乘客比较危险 感染几率达到八成 其他排旅客被传染的几率小于百分之三 如果还能配合勤洗手 就更能一路保持健康 如果以上方法都做了 还是觉得不放心 还可以戴上口罩四宝 有了万全的准备 就可以安心享受愉快的旅程 记者陈秋梅报道 感谢观看